上一回咱们讲到了张炳和谢贵带兵围困了燕王府,奉命是抓捕燕王官署,这个燕王啊,也够厉害的,临危不乱,他说了,你不是要抓捕我的官署吗?好了,这些人我都已经给抓起来了,你们啊,进来验明正身。 这两个人到现在是不得不进燕王府,因为看目前这个形势,不进燕王府就等于没有办法完成任务,而他们手里的这个赤令的诏书上也确实没有说要逮捕燕王本人。 这个张炳和谢贵商量了之后,决定进府,本来呀,他们还带了很多的卫士一起进去,但是走到王府门口,人家王府的侍卫说,这些卫士即便不够,不能进王府,以这个理由拒绝他们入内。 王府种地嘛,闲人免禁,本来也是正常的,但是现在是什么时候啊?这是非常时刻,如果依照没守成规,那就是太迂府了。 偏偏这两位啊,这个张炳和谢贵,就是这么迂府,居然主动示意自己的卫兵们,听从王府门外的安排,然后啊,这俩人是肩并肩,大踏步的进入了鬼门关。 一进王府,那可就有本的他们了,到了大堂,他们惊奇的发现,精神病人朱棣扶着只拐杖坐在那儿,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,看见他们俩人进来也不起身,只是让人来赐坐。 这个场景非常类似今天这个黑帮影片当中,这个瘸腿黑社会老大开堂会的那种场景。 朱棣这位黑老大,连正眼都不看他们一下。 张炳和谢贵这个时候心里都开始打鼓了,可是既然已经来了,说什么也晚了。 所幸呢,开头的时候,这个气氛还很和睦,宾主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若干意见,情况啊,一时大有缓和之迹象。 就在这俩人暗自庆幸的时候,有一位侍女端上了瓜片,估计是吸过,让他们来吃。 这个燕王朱棣突然腿也不瘸了,亲自拿着两片瓜,朝张炳谢贵两人走来。 这俩人是惩慌惩恐啊,起来感谢燕王,这燕王居然亲自给我们拿瓜吃,这可得谢谢。 可谁知道,燕王这次玩了个花样。 他似乎觉得摔杯为好,太老套了,要搞搞创新。 张炳和谢贵正要从燕王手里接瓜呢,这朱棣啊,却不给他们了。 燕王突然变成了燕王,他满脸怒气,指着这俩人的鼻子大骂说, 连平常的老百姓也要讲究兄弟宗族情谊,我身为天子的叔叔,却还要担忧自己的性命。 朝廷这样待我,天下的事就没有什么不能干的了。 说完了,朱棣是摔瓜为好,燕府内的众位是把张谢二人捆了个结实。 这二位平时上馆的都不给钱,没想到吃片西瓜还把脑袋给丢了,同时被抓住的还有那个葛成。 朱棣一声令下,他们全都给杀了。 哎,这样看来,在那个年头,想吃片瓜也真是不容易啊。 朱棣扔掉了手中的拐杖,用庄严的眼光看着周围的人,大声叫道, 我根本就没病,这是奸臣陷害于我,不得已我才装病的。 事已至此,也就怪不得毛家了。 旁边的院子里,被杀者的鲜血还没有擦净,朱棣就发表了自己的声明。 这个时候,现场陷入了可怕的沉默当中。 士兵们都知道,要打仗了,得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去拼命。 燕王的亲属们也知道,自己的命运将会从此改变。 不是从王侯升格为皇亲,就是降阶为死丘。 无论如何呀,改变现状,特别是还不错的这种现状,总是让人难以接受的。 毕竟大家都是人,都有着自己的考虑。 类似造反这种事情,实在是不值得庆祝的。 特别在成功之前,即使是义正词严的朱棣本人,心底也应该是发虚的。 但是有一个人却是真正的兴高采烈。 这个人是谁呀?不说,大伙也知道了,就是那个道研。 对于他来说,这正是最好的机会。 那一年他已经六十有四了,六十四岁。 为了等待这个机会,他已经付出了所有的一切。 他的一生当中,没有青春少年的意气风发,也没有声色全马的享乐。 有的只是历经坎坷的生活经历和孤登下日复一日的苦毒。 就光在燕王府,他也已经待了十四年了。 前文书我们说过,他进燕王府的那年是五十岁,那现在呢是六十四岁。 这个人满腹财学,却不能够官运亨通,心怀天下,却没有人知道他。 隐忍了这么多年,这个时候他该发作了。 反了吧,反了吧,有这么多人的相伴,黄泉路上也不会寂寞。 不登极乐,急入地狱,不亡此生啊。 这个时候,这个道眼发出了如此的感叹。 那么张炳和谢贵是被杀掉了,可他们的卫士还在门外等着呢? 这些士兵们看见这两位将军一去不回, 最先想到的问题倒不是这俩人有什么危险,而是自己的这个肚皮问题。 毕竟,卫士也是人呐,拿着刀跟你来拼命,你就得管饭。 但是很明显,今天的这两位大哥不讲义气, 估计是在王府里头好吃好喝,那正搓着呢, 却把兄弟们都晾在外边喝西北风。 时间一长,这天也黑了,再等下去也没人给加班费,是不是? 于是,这些卫士就回家的回家,搞娱乐的搞娱乐, 吃饭的吃饭,是纷纷散去。 但是,俗话说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啊, 过了没多久,张谢两人被燕王杀掉的消息就不静而走, 老大被杀了,这还了得呀。 于是,这些重卫士又重新操起家伙,回去包围了王府。 但是,他们虽然人多,却没有主将指挥, 个别士兵虽然勇猛,也很快就被击溃。 俗话说,开弓没有回头剑, 既然干了,那朱棣就一定会干到底。 他立刻下达了第二道命令, 那就是夺取北平城。 朱棣手下的大将张玉率兵成业攻击北平九门。 这个时候,九门的士兵根本反应不过来, 也没有做什么激烈的抵抗。 朱棣可以说没费多少功夫, 就取得了九门的控制权。 在当时啊,只要是控制了城市的城门, 就基本上可以说是控制了整个的城市。 所谓关门打狗的成语不是没有道理的。 建文帝花了无数的心思, 调派无数将领控制的北平城, 在三天之内就被燕王朱棣完全占据。 城中的将领和士兵也是纷纷逃亡, 驻扎在城外的明朝大将宋忠, 听到了这个消息也是立刻六号, 率领着士兵三万退到了怀来。 朱棣终于取得了北平城, 这座曾经是元朝大都的城市, 现在就握在他朱棣的手中, 他将在这里开始自己的霸业。 朱棣终于完全控制了北平城, 他将从这里开始自己的霸业。 他为这一天的到来也已经准备了很久, 士兵武器粮食都十分的充足, 但他还缺少一样东西, 什么呀? 那就是造反的理由。 造反需要理由吗? 需要, 而且非常的需要。 在这个造反的活动当中, 理由看上去似乎是无关紧要, 但实际上理由虽然不是必须的, 却是必要的, 对于朱棣来说更是如此。 为什么呢? 因为他本身是藩王啊, 不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, 贫农。 造反的对象呢, 是经由法律认可的皇帝, 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, 他自己都是很理亏的, 所以必须找一个理由, 来使自己的造反顺理成章, 实在是这个很有必要的一件事情, 即使骗不了别人, 至少也可以骗别自己吧。 于是朱棣和道演就开始从浩如烟海的大明律条规定当中, 去寻找自己的依据, 这有点类似于在今天啊, 这个法庭上开庭的时候, 这个律师翻阅法律条文, 寻找法律漏洞, 俗法说功夫不负有心人, 朱棣和道演终于找到了这个明朝时候这个法规的漏洞, 打了一个漂亮的擦边球, 我们说朱元璋并非完全没有料到自己的儿子, 将来有可能会造孙子的反, 他制定了一套极为复杂的规定, 用来制约藩王, 为了防止所谓的奸臣作乱呢, 他又规定藩王在危急时刻可以起兵秦王, 也就是所谓的朝无政臣, 内有奸恶, 则秦王训兵待命, 天子密诏诸王, 通灵阵兵讨平之, 有这么一个规定, 但是这个规定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, 大伙可能也听出来了, 那就是需要天子密诏, 你不能说随便的我想起兵秦王, 我就起兵秦王了, 得是天子给你发一个诏书, 命令你来做这个事情, 你才能出兵, 那么在朱棣和道演看来, 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, 他们充分发挥了自己厚黑学的本领, 对这个规定是视而不见, 公然就宣称朝中有奸臣, 要出兵静难, 清君策,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, 他们居然还把这一套歪论写成了奏折, 公然上奏朝廷, 向朝廷要人, 把奸臣您给我交出来, 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, 这就如同街上一个地痞打了对方一个耳光, 然后激动的询问肇事者的去向, 并且表示一定要为对方主持公道, 真亏他们想的出来, 不过呢, 朱棣总算是为自己造反的行为, 找到了一条, 看起来似乎是合情合理的理由, 既然一切都准备好了,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, 但是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, 即使是造反这种事情, 也需要搞一个仪式, 领导首先得发言, 主要是概述一下这次造反的目的和伟大意义, 并且介绍一下具体执行的方法, 以及抚恤金安加费之类的这个问题, 然后由其他的一些领导人来补充发言, 士兵们最后是鼓掌欢呼表示理解, 之后散会开打, 朱棣的这次造反也不例外, 早在杀掉张谢二人之前的一个月, 他已经纠集了一些部下, 搞过一次事实仪式, 当然了, 那是秘密进行的, 但在那次活动当中, 出现了一个意外, 使得朱棣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, 那是在六月七号, 他召集了一群参与造反的人, 宣讲造反的计划, 并且鼓舞士气, 当然了, 这些人都是他的心腹之士, 但就在朱棣讲得正高兴的时候, 突然间风雨大作, 屋顶上的这个瓦片啊, 被纷纷的吹落, 众人顿时吓得是面如土色, 要说这实在不是一个好兆头, 当时的人啊, 可不会从房屋质量, 天气情况上去找原因, 本来嘛, 商量的就是见不得人的事情, 突然来这么一下子, 莫不是老天爷反对自己造反, 朱棣这心里头啊, 也比较毛, 讲得正是高兴的时候, 这老天爷来打场子, 事发突然, 他也愣住了, 关键时刻, 还是那个导演发挥了作用, 他大声的说道, 这是真龙飞天啊, 一定会有风雨相随, 现在瓦片落地, 正是大吉大利的预兆啊, 于是一通封建迷信宣传过后, 掉瓦片居然就成了上天支持朱棣的铁证, 看来啊, 上天倒是一个挺随和的人, 总是按照人们的意愿来行事, 所谓替天行道之说, 实在是不可深信, 小兵们好糊弄, 他们没有多少文化, 没见过老天爷, 也没见过皇帝, 上级说什么, 他们就信什么, 可是朱棣就不一样了, 他十分清楚, 所谓的皇帝天子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, 什么天意归属, 天行下凡, 那都是自己编造出来, 用来糊弄别人, 安慰自己的, 真要到了紧要关头, 只能靠自己拼命, 他曾经不止一次的, 把自己和当朝的皇帝做过比较, 无论从军事, 政治, 哪一方面来看, 自己都要远远的胜过那个小毛孩子, 而且他对自己的军队是有着绝对的信心的, 京城的那些部队养尊处优, 久不经战争, 自然是比不上自己手下的这些虎狼之师, 但是毕竟那个在京城的人才是真正的皇帝, 自己呢, 只是一个藩王, 要想登上那个宝座, 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, 实在是凶险难测, 其实朱棣的这种预感并没有错, 他即将走上的是一条异常艰苦的道路, 贵为皇子的他, 必须要经过金戈铁马, 九死一生的战场拼杀, 去夺取自己的天下, 而他遇到的敌人, 绝不仅仅是皇子成那样的无能之辈, 还有很多十分厉害的对手在等待着他, 朱棣也将在不久之后吃到这些人的苦头, 不过现在不用再考虑了, 前路纵然艰险, 总胜过坐地等死吧, 起兵, 朱永文啊, 把你的宝座让给我吧, 朱棣起兵之后, 面对的第一个对手, 就是明朝的大将宋忠, 前文书我们也讲过了, 这个宋忠啊, 是建文帝派来驻守在这个京城附近, 来监视朱棣的, 那么朱棣造反之后, 他就率兵退到怀来去了, 宋忠啊, 是一个名字不太吉利, 军事才能也很一般的人, 本来在建文帝的布局当中, 他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, 但是事情急转直下, 却把他推向了风口浪尖, 在北平城附近的南军, 全部都涌向了他所在的怀来, 情况啊, 是一片混乱, 嘿嘿, 在关键时刻, 宋忠却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, 他在很短的时间内收容和安排了许多的士兵, 并把他们重新编队, 但是士兵们的慌乱是他无法平息的, 这到底该怎么办呢? 嘿嘿, 在很多的时候啊, 平息慌乱的最好方法就是愤怒, 为了尽快的恢复这些士兵们的战斗力, 让他们愤怒起来, 宋忠决定撒一个谎, 他平生可能撒过许多次谎, 但事实证明, 这个谎话是比较憋脚的, 宋忠撒了什么谎呢? 他派人传播谣言, 跟这些士兵们说呀, 说他们在北平的这些家属, 全都让燕王给杀掉了, 士兵们一听, 果然是群情激愤, 准备拼死一战, 要报仇啊, 宋忠一看, 得, 士气起来了, 这才安下心来准备与燕王作战, 可是当这个燕王朱棣的军队真的发动进攻的时候,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, 打头阵的敌方士兵并没有冲上来拼杀, 而是不断的在那大喊大叫, 喊叫的内容呢, 类似于今天在机场火车站出战口接人的时候说的那些话, 一时间是父子兄, 这怎么回事呢, 原来啊, 朱棣知道了宋忠编了一个谎言, 说他杀了这些在北平的士兵他们的家属, 他就特意的安排这些士兵的亲属们去打头阵, 用来瓦解宋忠的军心, 这一招可以说是十分的奏效, 宋忠手下的这士兵们一听, 原来我们这主将边谎话骗我们, 我们的亲人这不还在呢吗, 燕王并没有亏待他们, 于是他们就纷纷的逃走, 宋忠啊, 是一点办法都没有, 只好自己是亲自上任, 但是大事已经不可挽回了, 战斗结果是宋忠全军覆没, 他本人也被活捉, 朱棣曾经想劝详宋忠, 但是被他言辞拒绝了, 最后宋忠被朱棣杀害了, 这个宋忠虽然是才具不高, 却有着决战的勇气, 宁死不屈, 对得起他名字当中的那个忠字, 宋忠战败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朝廷, 建文帝大惊失色, 他终于明白, 一直害怕发生的事情, 终于还是发生了, 现在只能是用刀剑来和这位叔叔说话了, 那么对话的结果到底会如何呢? 咱们下回接着讲。